柔柔的組合,我有點佩服她 我覺得這件事我自己都要學習 她有些很值得人欣賞的地方 第一點就是她只是做事,不說話 你告訴她一個任務,她就做 你跟她說什麼,她就說話 OK,OK,她事實真的是這樣 好,我是尤柔 我是詩欣 我是Coco 我們那天真正拍照時,就開始是6時30分 我們就去了戲院裡 因為那是另一個場地 我們就打算放下東西 我們就幾個人輕便地上去石板街 那裡很多人上落 尤其是下班時間 說明下班時間 那間店的依依和心心都要下班 那他們就已經收了 部分的衣服 但是我們去到的時候 也有問過她說 可不可以給那裡的場景給我們 因為我們想借來拍照 不好意思,我們也有遲到 他們也有給那天的場景給我們 也很感謝他們 然後我們就在人來人往的時間之下 然後就拍了我們第一輯的照片 那她要在街上砌一棵聖誕樹 那她真的跟隊友在學校 拿個計時計數 要限定兩三分鐘一定要砌完 我們去到戲院裡 因為時間很廣 其實因為這個是聖誕主題 我們要砌一棵聖誕樹 和聖誕推車 但是戲院裡的位置 是馬路前面 即是中間的位置 然後那裡有些人下班 一定會走去地鐵站的位置 但是我們當初選擇這裏 是因為覺得那裡好像紐約 即是那裡有大電視 然後你拍下去會覺得很漂亮 那種人來沒有拍過的感覺 對,人來過的感覺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那個收工時間 又必經之路又是馬路 所以我們一起聖誕樹的時候 是一大堆人在我們旁邊經過 即是我們隨時可能轉個圈 都會揮到她那些 有人報警說我們坐街 那次真的交涉現場了 沒有的,阿sir也很禮貌 大家都是阿sir OK的 其實都真的是左階 我們都有點責任 所以我們要馬上將妝飾道具 全部都走 很可惜 雖然我們都盡快、很盡力 希望演出出照 但最終的照片因為太急 所以最終用不了 然後我們就去香港大會堂 因為我們有很多道具 所以我們打算把她塞在推車 然後推過去 其實來幫助的人都很多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平時習慣了三個人 所以我們走過那段路是偏長 因為我們趕時間 所以我們三個人就走得特別快 後來那些人 他們就因為要拉推車 然後很習慣我們的模式 所以不太跟得上我們的速度 所以我們走一走一走 其實一轉身 發現一個人都好 不知道在那邊 所以我們要等他們來到之後 我們要繼續加快步伐 走過去香港大會堂那邊 去到香港大會堂 因為我們找的模特兒是朋友 不是專業的模特兒 我們是第一次處理的 效果就還未如理想 而且因為當時是 脫下過程度 我們就開始急 我們在過程中 其實都有強力去干預她的拍攝 因為根據她的做法應該會被解僱 我們就臨時知道她搞不定 她人也有少少亂那一刻 那這件事就要靠經驗 這一刻我們就立刻幫忙 不如這樣吧 即是立刻提案有不同的建議 那這個女生真的很厲害 這三個女生我覺得沒得頂 她會懂得分析哪一個建議是有用的 哪一個建議是未必適合的 但她很有禮貌地匹一些幫到她的建議 幫不到她的 她就直接很有禮貌地說 我都是想做回自己的方法 結果出來是OK的 我們因為當時去天橋 就不需要那麼多姿勢 就叫了我們幫忙在樓下天橋等 我們就只剩下我們三個人 去拍這一輯照 這一張照片就是要 同一個人在五個不同的位置 去合成一張照片 其中一個姿勢 就是要爬上天橋的薄位 但模特兒因為那天穿著高跟鞋 她看著我們 很無助的 對,很無助的 其實我上去到她 然後我就爬上去 然後拿回樓梯上來 拿給她 然後爬上去的薄位才開始拍水 在這張照片的過程 反而因為少了人 心安定一點 反而是最順暢的一張照片 那順身回來了 拍完天橋這個位 我們本身打算去戲院裏 再重新拍那個景 但是經過愛丁堡廣場行人隧道 就發現那位其實都很漂亮 就決定在那裡拍完最後一張照片 原本想著這是一個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因為太少時間了 對,最後我們是拍外景 拍那麼多場景 第一次有那麼多人在我們身邊 跟我們一起工作 第一次管理那麼多人 而且事前都要準備好很多東西給他們 到時候才不會亂 我覺得下次可以再做好一點 這個方面 還有因為其實我們這一次 有試過兩次隨機應變 去選擇一個新的場景 其實也訓練了我們在拍照的過程 如何可以立即做一個決定出來 去拍一支照片 都還未做到 可以將一個 可能我們要帶素人 去帶一個感覺出來的時候 如何可以處理它 給它動作和感覺 去做得自然一點 記得拍出來的畫面也好看 大家都看到我們兩組 很努力地完成這次的比告 如果大家也有興趣 找我們兩組合作的話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留下的Discretion box 裡面有我們兩組人的IG 可以DM我們 還有Like and Share 教室的頻道 順便可以按下的鐘鐘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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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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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